近期,有关杨子的新闻频频出现在网络上 不禁让人好奇,杨子到底怎么了 打开热搜,前40条中有一半是关于杨子的 受欢迎的人有很多,杨子也不能幸免 然而,杨子坚持不懈的精神让他成为了胜利者 成为了娱乐圈的顶尖选手 无论是演技还是人气,杨子都是业内的佼佼者 杨子首次为观众所熟知是因为他的血色加油而逆 但之后他通过出演多部影视作品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 毫无疑问,杨子是一个爱表演的人 他的每一个角色都能将角色本身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感动不已 不过,在娱乐圈走红之后 杨子也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比如最近的热榜几乎让他站在了前几页 包括摄影师独家解读他的新妆容 范晨晨为他喷起奖杯 他脸颊上的痣引发热议 以及他对王家尔的迷恋这些事情 让他成为网络上的话题,有好有快 不得不说,劳作之后 舆论飞帝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可能是一个比较满以承受的压力 然而,杨子并没有在这些事情上退松 相反,他没有理会假新闻 他致力于提升自己的演技和影响力 这也让他成为娱乐圈的一匹黑马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能让人感受到他的真诚和才华 这也让他赢得了更多的粉丝 杨子的成功不仅仅是他的情分和才华带来的 还因为他知道如何与粉丝建立良好的关系 他定期与粉丝会面 回答他们的问题并与他们分享他的故事 这些做法让他和粉丝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也让他在娱乐圈广受好评 然而,娱乐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 名人的事业和个人事物往往被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 杨子也不例外 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外界的关注和传闻 很多人对他的私生活有很多疑问 比如他的恋情是否还在继续 这些疑问也让人们对杨子的未来充满期待 但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悬念 总的来说,杨子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 他不仅在娱乐圈中充满活力和魅力 而且还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才华 他的成功不仅源于他的演技 更源于他对粉丝真诚的态度 以及他对事业的不懈努力 不知道大家还喜欢这样可爱的小杨子吗 期待他在未来的作品中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